今天介绍一下这个开关特性综合测试仪 这是它的一个主机 这是它的附件箱 这是它的那个测试连接线 测试连接线 然后这是地线电源线 这是它的一个外能支架 旋转传感器 直线传感器 这是它的线夹 这是直线传感器的转接头 这是它的打印机 和一个螺丝刀 今天给介绍一下这个302AC的一个开关特性综合测试仪 这是它的一个整体一个面板 面板上的话上面你看一两二三四个 相当于它的接断口线 可以接四个断口线 这边的话它是一个它的那个输出线 这个是它的一个储能 这个是它的储能输出线 这个是它的一个速度传感器的一个输出线 这边是一个接地端 这边是一个高阳 这个225端 对它末端的这个开关的接线的话 你看ABC三向去接线 ABC三向接线 它这个下边下端的端口 去用短接线去短接起来 短接线给短接起来 然后它这个黑色的话就接到咱们的 短接短接后的另一个柱子上就像了 这个输出线 这个输出线的话它是核达线号输出线 还有风扎线号输出线 我们这个话是三角和十三角 这是核达线号输出线 然后四角和十四角是风扎线号输出线 都在这儿 然后二角和十二角的话是储能线号输出线 他们都爱它这个每一个角对应的去给它接上就行 这边是它接上接好就行 然后这边的话是一个速度传感器 一个360度的速度传感器的一个接法 接到这儿 可以测试它的一个速度